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先用一宗新聞開始 這是舊新聞 舖王波叔借財仔撲水 承認自己向銀行借到爆 為什麼呢? 地產界盛權舖王鄧成波 就是波叔父子 近日四出向銀行和財務公司 撲水供樓 波叔昨日接受訪問時的承認 銀行都借到爆 財仔都要借 要供樓維持相遇 他慨嘆一切都是為了下一代 因為他的兒子鄧耀星 Stan最近做酒店大亨 以及英文名字的星域集團 數年間豪宅了市值百億的物業 與對疫情變成巨大的包袱 波叔父子四出借錢的傳聞 近日在地產界廣傳 有人說兩位 連財仔高達三十來的派款都要借 情況下怎麼看呢? 除了波叔之外 鋪王 另一個叫柳王 裘伯也有傳聞到周圍撲水 他們有幾百億新家 因為現在我朋友 鍾仔 他都說現在沒有人交租 你的舖是很嚴重的 沒有人交租 沒有人交不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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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很好 所以你不覺得 中上階級和低下階層 有一部份影響 但都沒有他們影響這麼大 現在就是那些人 因為你影響了樓價 你影響了舖價 樓價住宅就沒事 因為他們最有資訊 他們那群來影響先 有舖、商場 那群影響最大 但住宅那群就沒事 因為每個家庭辦公室 他們都要住 對 對 住宅是一向沒問題的 現在很多人出來掃貨 很興旺一點 但舖很明顯 有些報道說 在旺角短短200米的一條街 有十幾間吉舖 酒店等 我想要等國安法過了 立法會完了 再開回疫情好些 再開回不要復發 再開回自由行動會好些 或者中港交流先恢復 對 中港正常交流恢復 一對搞了所有事 才恢復中港交流 而且中港交流還會比以前更加密切 因為有很多大陸企業在香港上了 現在第二個問題 就是坑爹的問題 我見過很多富二代 搞生意 Bill Gates也是富二代 很多外國都是富二代 甚至以前林健樂也都是富二代 其實富二代搞生意 就和所見 只有一個成功方面 就是你不可以一次過給太多錢 你要自己打 你不可以賠錢給他 你不可以賠錢給他 即是林健樂 都是一個變兩個兩個 兩個變四個 即是他都是independence 從老爸的 老爸最多是被拘捕你 即是說你去借錢我擔保你 你如果一放水給兒子 你就搞不定 譬如Bill Gates 你自己去做些事情 即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一開始放水不行 其實就是做生意 我基本上是你的 做生意只有一個成功缺項 創業 就是摸著石頭國學 摸著石頭國學 是 你如果一開始做不堪業 譬如黎智英做《蘋果燭》 是死定的 我一聽就死定了 就是這種概念 為什麼呢 你由一間開始做起 我沒有問題的 你慢慢搞 搞到成功了之後 你有了經驗 然後你就慢慢擴大 然後快速擴大都可以 你有了模特兒 有了做了之後 你快速擴大都可以 正如是他做了 一周刊做了之後 就搞《蘋果報》 你知道怎樣做 但《蘋果報》 你都不停去改 即是那樣東西 當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一周刊的時候 它已經成千元工 然後一千變二千 你就會比較容易 在黎智閣的時候 不是 那時候是黎智閣 我忘記了 應該是在華蘭中心 哦 華蘭中心 就是刺著書 過黎智閣 然後整件事 總而言之 所有生意 你一開始做 你一開始請記錄人 你就死定了 即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是細矮規模 然後看準的形勢 慢慢你摸熟了形勢 你一來到 就一跳到大海 就這樣游 你會很嚴重 是 我覺得這個是做生意的 一個基本原理 就是首先要嘗試水溫 不要一開始的時候 就 哇 納了所有的東西 這樣那些 即是給很多錢 一個人做生意 這個我是幾乎 從來未見過成功的 是 但是我想問 現在外面的經濟環境 有沒有惡劣 就是 一個一個 當然有些人說沒事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搞這些 旅遊業有關 是最嚴重的 當然 所以這個酒店是很嚴重的 你說鋪 那些很嚴重的 但是那些人 因為本身之前 賺長了 錢是很有錢的 所以也 所以也是有辦法 我不知道酒店怎麼搞 因為如果酒店 如果現在好像 你酒店當住宅 那麼長租給別人的話 你也是可以做的 是的 出現了一些 八、九千元租一個月的 是 但問題是八、九千元租一個月 你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喂 你租了兩個月 就好回來 你就糟糕了 你八、九千元租一個月 你跟我簽兩年約的話 那我就覺得OK 是 就是我 那我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也會虧 但是你會虧少一點 是 那我又想問 那麼 如果那個店租也很不回 就是對整個經濟會影響很大 是否一定要殺上去 應該這麼說 是 舖租和經濟是相反轉的 是經濟影響舖租 而不是舖租影響經濟的 是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 你又調轉了 你因為經濟差 所以舖租就不行了 租金永遠都是反映經濟的 在香港來說 尤其是反映零售業 但是 只不過就是 因為香港舖租時太貴了 當然你現在這樣 都是不正常的 現在香港來說 舖租不正常 但是你無法反映 因為你有 所有的成本 你買回來的成本 你的利息成本 所以你無法反映 所以你無法反映 就變成了一時之一 你賺不到 否則就算現在來說 很多舖租都是貴的 OK 那我另外問了 額外這個問題 李澤佳算不算一個成功的富二代 如果按照你的評論 如果按照你的評論 李澤佳他開始的時候是 他做Star TV 然後你買了些Merdot 那些錢 那些人說 Merdot買了之後 就覺得生意並不如你 你時間續續的時候好 因為李澤佳本身是有 自然的生意給他 所以那件事是 家人幫忙 但是那件事也是OK的 他做八號仔的時候 即DX八號 那一帳 如果你不算他 是輸了很多人 但是那帳 重複是一個 大鑊式的商業並購 非常之成功 但是問題是那件事 那就要視乎一個什麼 究竟 賣香港電訊給他 這件事 是他自己談回來 還是他爸爸發工呢 我不敢說 真的 你明白嗎 我傾向相信後者 如果他爸爸發工 那整件事 因為他爸爸不可以壟斷 所以不可以拿那件 所以就變成整件事 因為他爸爸也派了所有 所有大將和元天凡的幫他 所以整件事 究竟那件事 他的負責有多大呢 當然他 你有個這樣的爸爸 你會很容易打 當然也很小 而且李嘉誠教仔 據說是他很小 已經坐在公司學 不同其他那些 所以是不同的 但是很明顯 雖然你說他賣騰訊 那些他很種沽出來 但是他說 他說的一樣是對的 他說第一不沽出騰訊 可能會死掉 但是他當然不會死掉 這件事 如果是純從 他不是李嘉誠的兒子 他不沽出騰訊 就可能會死掉 他在日本那一堆 最初的時候那一堆 物業是坐得贏的 當然因為家裡背景 是有背景才坐得贏的 但是騰訊 他不沽出騰訊 可能騰訊不會做大呢 因為你拿這麼多的時候 但是騰訊至少他應該沽靜一點 沽了嗎 他沽了嗎 他沽靜一點 即是他 如果他沽了 不沽完 他會有錢 反法層 當然他不沽的時候 騰訊會不會上 當然 如果被你拿大 就未必做 對不對 雖然他不是欠最大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他應該 好像我們 嘗試到 人家想收回你的收貨 的話 多少都留一點 別人會給他 只留了兩三個百分 的話 現在都是不得點的數字 還有他這幾年 他這樣說 他搞保險業是對的 方向很正確的 這是近年最大的餅 因為還剩下這塊錢 是最多的錢 但是 以他的背景 他不是搞得特別成功 是 所以 你說 他算是 暫時來說 他算是 不過不失 你說他很成功 又不是真的很成功 你說他差異功 一定不是 他本身過去 但他在2000年的時候 是一個天才級的 接著 你又叫Intel 或者叫最大級的人 去 來 現在 他的生態位 即是代表華人世界 去跟一些外國人 去跟一些外國人 去上那些博物 那個生態位 就很無業 是被馬雲吃了 是 對 就是被馬雲吃了 他那個 國際地位的生態位 那馬雲是國家級的 是 是 是 今集的新聞專題時間到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